計程車違規停在人行道上 以為這樣就不會被拖掉 沒想到拖掉業者 也不是省油的燈 照拖不悟 仔細看看拖掉車 開上人行道後 一下子往前開 一下子倒退 瞧角度 再加上人力抬車移動位置 好不容易把計程車 抬了起來順利調走 民眾也覺得車子亂停 實在誇張 只是要這樣子拖掉 有多困難 看看計程車前方有路數擋到 一旁還有公車站牌卡在前方 拖掉業者左橋右橋 再加上人力抬車 總算才把計程車拖了出來 原來計程車違規停車地點 就在新竹市空軍醫院附近 計程車違停又怕被拖掉 乾脆停在人行道上 沒想到拖掉業者技術更是高超 業者表示沒有拖不走的車 只有難不難拖的問題 部分駕駛想要心存僥倖 恐怕還是會得不償失 記者新竹 中文中文字幕志願 今天是小文字幕針對我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